大家好我是老爹 歡迎收看老爹軟滴滴CG Yeah各位觀眾 我們鬥戲終於要回歸了啦好不好 無極霸佔的環境其實也是有一段時間了啦 鬥戲終於要強化了 老爹最喜歡的鬥戲強化了 開心開心 而且這次不只是強化 他還是做了一套新的系統 就是我們全新的一級系統跟連級系統 在我們日本呢已經公佈消息了 那中文版呢也同步公佈消息了 這是個蠻意外的事情 往年中文版都是等日版先公佈消息 才一起同步公佈 但沒想到這一次中文版是同步公佈消息 OK那就是我們下一段 一級大師跟連級大師 全新系統全新感受啦好不好 即將在2021年1月29號發售了 1月29號呢同時也是過環境的時間喔 大家注意留意一下喔 好的那麼我們現在馬上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什麼是一級系統跟連級系統好不好 首先官方這邊呢有釋出一個圖 然後來跟大家解釋 我來念一下好了喔 由一級大師和連級大師衍生出的 一級卡片和連級卡片全新登場 在卡片的右上方呢 會有一級跟連級的標誌 那麼這兩個標誌呢 同時就會應對所有的一些訓練家卡片啊 能量 各個領域的卡片 都有一級跟連級喔 這些卡片呢 會有一些自己的戰鬥風格 然後可以獨特的搭配在一起 產生一套連環攻擊強力性的牌組啦 簡單講就是接下來的卡片呢 會在右上方寫一級或是連級 那一級呢往往就對於一級的卡片 連級往往就對於連級的卡片 一級的卡片呢 可能也不太能夠用在普通的卡片上面 連級不能用在一級上面 就是一級它是一個體系啦 連級也是個體系 這兩個體系的卡片呢 卡片其實不能混用 可以混組 但是卡片不能混用 例如我不能用一級能量貼在連級的寶可夢身上 不能用連級的能量貼在一級的寶可夢身上 類似這種概念啦 卡片可以混組 但是不能混用啦 應該這樣講 那麼 這系統其實有蠻多限制的 像是 也不能貼在沒有標記的卡片上面 例如說我一級的能量 不能貼在普通寶可夢身上 不行喔 所以就是會有一些 妹妹嘎嘎的東西 大家去記得啦好不好 貼了嗎就拔掉啊 它有特別寫貼會拔掉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那個能量的部分 再跟大家做解釋啦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一級系統 一級系統 它的標誌就是這個石頭粉碎的樣子 一級系統 一級系統呢 當然我們最新推出的就是我們的舞蹈熊獅 推出了一級的舞蹈熊獅 跟一級的舞蹈熊獅 VMAX 哇 非常帥 非常非常帥 強度滿分五顆星的話我給到 3.5顆星 但是 因為這套需要其他卡片來去做搭配 所以我才給到3.5顆星的成績啦 我們先來看一下一級舞蹈熊獅 血量220 欸很高喔 220很高喔 它是一張一級卡片 那再來它的第一招呢 一個鬥能量可以發動 從自己的牌庫 選擇兩張鬥能量貼給這隻寶可夢身上 第二招 三個能量打180 下回了手痠 打180手痠 其實這是很強的招式 180其實效果滿優秀的 再來變成VMAX之後呢 第一招 三個無能量 正義圖 打100 喔沒了 再來第二招 三個鬥 一個無 超級巨奪命一級 打270 拔除掉身上所有的能量 這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 它如果說拔2顆的話那還OK 但拔除掉全部能量的話 其實就有點像噴火龍的概念 噴火龍也是類似的打法嘛 那會變成說我們可能缺少一個 體驗能量的手段啦 畢竟你每次打270 你就要把能量全部拔光 然後鬥心又沒有焊接攻 所以我會覺得說 能量補足上可能會需要有點 用一些其他的偏方啦 所以這是我給它3.5顆星的原因啦 那除了這兩張卡片以外呢 還有三張星塔 都是一級的寶可夢 首先是炎武王 炎武王呢 我們看它的特性就好了 它的特性呢 只要它在場上的時候 可以給自己的一級寶可夢 對對手造成這張牌加30 噢很高喔 所以我們的五道熊獅啊 如果打270的話 有一隻炎武王在場上 它就可以打300了 非常兇齁 那再來黑魯加 黑魯加就是我所說的 來幫我們一級寶可夢 貼能量手段喔 它的一級咆哮特性喔 在自己的回合中 可以使用一次 從排庫選擇一張一級能量 貼給一級寶可夢 沒有說是前台後台 反正就一級寶可夢 都可以直接貼 從排庫貼一張一級能量 給場上的一級寶可夢 貼完之後呢 在那張卡片身上 附加兩個傷害指示物 就是你雖然貼 但你要自損20個血量 例如我們從排庫貼了一個 一級能量給我們的五道熊獅 但它要自損20個血 這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畢竟你已經給人家打270了 是很高的傷害 所以這樣子的損血 我是覺得還OK的啦 只不過大家可以注意的是 它是必須要貼一級能量 而不是鬥能量 或是惡能量 它必須要貼一級能量 那就變成說 你一級能量最多只能放4張嘛 所以就要去想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把能量拉回來喔 畢竟我們的五道熊獅攻擊270 必須把全部能量都丟掉 這邊就要想一下 我們要怎麼把能量拉回來 好 再來是班吉拉 班吉拉斯三崩打60 噴對方牌頂兩張牌 那再來第二招 一級粉碎 兩個二 兩個五 打240 將自己牌附上方4張丟掉 第一招噴對方 第二招噴自己啦 OK 就不多多解釋了 那再來呢 是我們的輔助限制卡片 馬師傅一級流 馬師傅它有一級流可以用的 跟連級流可以用的 這張卡片只有在自己手牌 只有一張的時候才可以做實用 一張才可以做實用噢 發動的時候 從自己的牌庫選擇一張一級寶可夢 放置於備戰區 然後呢 騎一騎抽五張牌 所以它不只可以叫寶可夢 還可以抽五張牌 蠻強大的效果 只是你就要想 你要怎麼樣讓自己手牌 是像一張馬師傅來做發動了 它效果非常強大 強到爆炸 但是副作用就是你必須要手牌之後 它的時候才能做實用 再來右邊我們看到的是一級能量 一級能量呢 是只能貼給一級寶可夢 如果貼給一級寶可夢以外的寶可夢的話 這張卡片會被丟掉 貼給一級寶可夢 它視為一個鬥或一個二 然後它的攻擊力會增加20 有點像我們以前XY的特殊鬥能量 但它只能貼給一級寶可夢 所以說我們如果用這個能量 來貼給我們的一級舞蹈雄獅的話 一級舞蹈雄獅傷害就會再加20 那你就再算上去嘛 再加我們的這個 演舞王嘛 再加上去 哇那個傷害是很可觀的吼 那麼 這裡的話 我們就要看一下了吼 為什麼我說 馬仕德馬師傅一級流很強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它上面是寫 從自己的牌庫選擇一張一級寶可夢 它沒有限定基礎怪還是進化怪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 我們可以直接跳黑魯家 我們可以直接跳演舞王 我們甚至可以直接跳舞到熊獅V-Man出來 我們不需要進化 我們只要有一級流馬師傅 就可以無視進化條件直接跳出來 很強 那麼接著呢 我剛剛有說嘛 我們如果丟掉一級能量的話 我們要怎麼撿回來 對不對 這裡有活力之狐 哇 寶可夢終於也有自己的狐啦 這級的狐終於出來了吼 一級之狐呢 可以從七排隊選擇兩張一級能量卡片 給對方看了之後呢 洗回去牌庫 它洗回去牌庫 剛好應對了黑魯家的效果 我們把用完的一級能量呢 從七排隊洗回去牌庫 再讓黑魯家從牌庫跳出來 所以這是一個combo 有黑魯家就一定要有活力之狐 有活力之狐就一定要有黑魯家 我是一直這樣覺得啦 那再來還有新的裝備卡 這個裝備卡呢 也算是我們一級寶可夢特有的 連級寶可夢也有連級寶可夢的裝備卡 我先講這個一級寶可夢的裝備卡好了 這個一級寶可夢的裝備卡呢 就是憤怒之卷 它可以貼給我們的一級寶可夢身上 貼上去之後呢 就可以發動它上面的招式啦 它的招式是一個動人家就可以發動了 怒法衝冠 增加這隻寶可夢身上的傷害指示物 也就是說 我們的一級寶可夢 一級武道雄獅 被攻擊了多少血量 我們就可以直接貼憤怒卷軸 然後回多少回去又再加10D 喔 簡單講就是 回多少回去又再加10D 這個傷害蠻可觀的啦 好 再來是二支塔 我們一級有自己的塔 連級也有自己的塔 那我們現在講一級的塔 一級的塔呢 它的效果很簡單 丟一抽二 跟我們的火場很類似 丟一抽二 只不過它必須丟一級知名的卡片 右上角有寫一級的才可以丟 丟掉一張一級卡片呢 可以抽兩張牌 這個蠻強的齁 好的 那接下來呢 來跟大家講老爹的這個預想搭配啦 我覺得這個一級系列可以搭配哪些卡 首先大師老婆彩豆 彩豆呢 可以從排庫丟棄五張卡片 選擇任意的能量呢 貼給被戰區的鬥氣寶可夢 我覺得蠻有效果的 可以有效的搭配我們的這個 一級武道雄獅 畢竟一級武道雄獅攻擊完要拔能量嘛 所以我們彩豆呢 可以有效的補助 那再來 很多日本人在研究都會放這張加熱耳喵喵 為什麼 因為這張加熱耳喵喵呢 可以從手上丟掉兩張牌到棋牌堆 然後呢 從牌庫中選擇一張加熱耳喵頭目加手 我們可以只丟牌然後不選 不過大家要記得 我們丟完牌之後還是要洗牌 我們可以丟完牌然後看牌然後不選 這是OK的 那麼為什麼要放這張呢 因為我們要丟牌啊 我們只要丟牌了就可以發動馬士德了 所以我們盡可能的把手牌耗到只剩下一張馬士德 我們就可以使用到馬士德的效果了 所以 很多人會放到這張喵喵 再來 這也是老爹自己覺得可以放的 我們的洛茲會長 洛茲會長呢 可以從自己的氣牌去選擇兩張基本能量卡 貼附於一隻寶可夢VMAX身上 然後 將手牌全部的卡片丟起 為什麼我覺得可以搭配呢 畢竟我們如果放了喵喵 其實就可以放洛茲了 因為放喵喵之後呢 我們從自己的手上丟掉兩張牌嘛 若將自己的兩張手牌丟起呢 我們可以丟基本能量 丟掉基本能量之後用洛茲貼回來 欸好像也不錯 老爹會這樣子搭配是為了要讓我們的 一級武道熊獅有辦法連續打出兩百七 畢竟我們打一次兩百七之後 要把全部能量丟掉嘛 那我們除了靠黑魯加貼能量的話 你其實不太可能場上養三隻黑魯加 你知道嗎 那機率太低了 你最多養兩隻已經起機了 養兩隻的話 你場上兩隻 你就從牌庫貼兩張一級能量嘛 那麼你還少一張欸 對不對 你手貼 再貼兩張 你三張 你打兩百七要四張 所以我們要去想要怎麼補足那剩下的一張 這時候老爹會想到彩鬥或是洛茲啦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要怎麼做搭配喔 當然你也可以放一些 渦輪補丁之類的 其實也沒有不行 那就大家自己去取捨 好接下來是我們的連擊系統 連擊系統呢 這套我覺得強度比一級還要再強一點 因為它的效果都很強 我們來看一下齁 連擊武道熊獅跟連擊武道熊獅VMAX 這兩張卡片呢 我給到的成績就比一級還要再高一點 我給到四顆星的成績 為什麼 因為很強 真的很強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一級武道熊獅V 它的第一招呢很有效果 打30跟後台的寶可夢做互換 這個真的蠻強的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原因 那再來第二招呢 兩個鬥一個5打150 哇 不囉嗦就是打150 而且不丟能量 所以也是蠻強的 再來進化成武道熊獅VMAX之後 又什麼樣的效果呢 第一招超猛 從後台換到前台的時候 打30加120 也就是說他第一招可以打150 再來第二招更猛 來各位 第二招更猛啦 將這隻寶可夢身上的能量呢 全部丟掉了 跟我們呢 一級武道熊獅一樣 這必須全部丟掉能量的 但是但是 他可以對對手兩隻寶可夢 各受120點的傷害 這裡沒有指定是前台還是後台 所以他這裡有寫 在備戰區不計算 弱點跟抗性嘛對不對 但是在前台是算弱點跟抗性的 所以你其實可以做到 打前台跟打後台 你也可以做到打兩隻後台 都沒問題哦 反正就是打兩隻120的傷害 很強 真的很強 我覺得真的真的非常的強哦 你可以跑 從後台換到前台的時候 打一個大傷害 然後再用踢的 把對方踢死 非常非常的強力 好那接下來輔助性質的卡片呢 馬師傅 連擊流的馬師傅 不過這張連擊流的馬師傅 其實跟一級流的有一點點差別 效果不太一樣哦 必須要手牌 只剩下這張的時候才可以使用 從自己的氣牌區 選擇一張連擊流寶可夢 附於後台 跟我們的這個 一級流不太一樣 一級流呢 是從牌庫選擇一張 一級流的寶可夢 直接放置在後台 但是連擊流是必須是氣牌堆的 才可以哦 然後抽五張牌 還是蠻強的啦 我覺得 差了一級一點 但是連擊的還是蠻強的 我自己覺得還是蠻強的 那再來連擊能量 連擊能量呢 就是雙彩能的意思 其實也不能講雙彩能 它就是兩個能量啦 然後 它視為豆也視為水 兩個能量 視為豆也視為水 所以你直接貼給我們的 五道熊獅VMAX的話 它直接視為兩個能量 蠻強的哦 好 那麼 一樣的 它必須貼在連擊身上 如果貼給連擊以外的寶可夢 必須丟掉 接下來呢 是其他的寶可夢 其他寶可夢有師傅佑 這張師傅佑就有待開發 那再來帝王拿撥 這張帝王拿撥我就覺得不錯了 他的軍王之眼很厲害哦 只要這隻寶可夢 在你的戰鬥場上的話 對手所有的基礎寶可夢 都不會有特性 但是 擁有規則的寶可夢呢 除外 什麼叫做擁有規則的寶可夢 就是V跟GX 你就把電視講的V跟GX V跟GX還是可以發露特性就好啦 那我們這隻到底要擋什麼特性 我們可以擋小聰明智慧星 可以擋彩虹雞拉奇 這類的卡片 可以擋住一些 基礎寶可夢的小怪的特性 那麼再來章魚桶 章魚桶很強 這張章魚桶呢 是可以完美的搭配在我們的連擊流裡面的卡片 他的連擊搜索 他可以直接從牌庫呢 選擇一張連擊流的卡片加手 在這個回合呢 若已經使用了連擊搜索了 這個特性就會無法使用 什麼意思 這效果不疊加啦 反正你一回合只能使用一次章魚桶啦 但還是很強 我覺得這還是很強的效果 OK 好的 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的東西 首先我們連擊流也有連擊流的裝備 連擊卷軸漩渦之卷 貼上去之後呢 我們可以使用兇火武雙 對所有的夢夢造成30點的傷害 非常非常厲害 不過他的能量需求比較大 要到五武才可以使用 那再來巢炫之扇 這張卡片太厲害了 各位拍手 巢炫之扇這張卡片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我如果沒有玩錯的話 應該是連擊流就算是連擊流的卡片 他應該也可以放一般的牌組吧 應該OK了吧 只是他的名字多加一個連擊而已 連擊流為什麼會說這張巢炫穴之上很強呢 因為他可以選擇對方場上的一張特殊能量 放回到對方的牌庫下方 特錘啊 就跟以前特錘的效果幾乎一模一樣 只是特錘是給人家錘到雞排堆 他是放到牌庫下方 所以我覺得很強 我覺得蠻厲害的喔 放到牌庫下方 就是讓對方硬生撐的少一顆能量 再加上現在是這個環境 我們現在這個環境呢 有那麼多特殊能量的環境之下 我覺得巢炫之扇是個不錯的選擇 再來水之塔 水之塔是完美的 讓我們這一套牌組可以運作的最大原因 他可以讓所有連擊的寶可夢 雙方連擊的寶可夢 撤退費用減少兩費 什麼意思 我們的連擊五道熊獅呢 他會變成零費撤退喔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他的第一招 急繃衝撞 不停的從後台換到前台 直接做撤退就沒有問題了 直接做撤退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我覺得蠻強的 好 那再來是老爹的預想搭配的部分 老爹預想搭配 我這邊放了莉莉愛的皮皮布喔 其原因是為了來搭配 例如五道熊獅的第一招 打30交換 我們可以換莉莉愛的皮皮布喔上去 感覺這算是一個不錯的combo 蠻好的一個combo 那麼再來望遠鏡 望遠鏡呢 可以增加寶可夢 最後台造成的傷害加30 所以 是對GX跟V啦 所以我們只要添給我們的 連擊六五道熊獅 VMANX的話 他的第二招可以對 對方的GX或是V 打150的傷害 很高喔 打150這很高喔 那再來加了喵喵我一樣的放 因為可以丟牌 丟牌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他來搭配 馬仕德 馬師傅 只不過還是要記得的是他從棋牌去跳 那麼再來我還想要一個搭配是搭配 羊鳥人 羊鳥人也蠻適合搭配這一套的 因為你可以從後台一直不停的換到前台 蠻有效的齁 好啦 總而言之這就是今天我們的全新系統 全新感受 一級大師跟連級大師的簡短介紹啦 那麼老爹接下來呢 也會試著去發想一下 如何組成牌組 可能老爹自己會先練習啦 先練習一下 那麼有機會的話再來拍 預知未來的牌組介紹影片給大家看啦 老爹會自己先練習一下 好啦 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 因為我後來很順暗讚 有任何問題都會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 我們的一級大師跟連級大師 在1月29號就要登場啦 大家不要忘了去預購喔 那麼我們就下次見了 掰掰